如果说人类史上有那种聪明到让你怀疑自己 就是女娃用你点子甩出来凑数的人 你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爱迪生 站在达芬奇面前 发明大王爱迪生就是个弟弟 世界十大发明家 达芬奇排第一 爱迪生只能排第十 那他到底有多牛呢 我们所熟知的达芬奇是一名画家 但其实画家是他最不屑提起的身份 他一生有十一份职业 最有成就的还是在科研领域 他是医学家 生物学家 发明家 物理学家 天文学家 地理学家 还担任过正儿八经的国家军事工程师 可以说他是人类史上一位绝无仅有的权才 天才的世界无需解释 做什么都好像开了外挂 虽然他是自学的数学和拉丁文 但在大家都还坚定地相信地形说实 他就提出了地球没有那么大脸 太阳并不围绕着地球转 除此之外 他还成功预示了原子原理和多普勒效应 提出了联通器原理和惯景原理 设计并进行了真孔成像实验 15岁时他开始对解剖感兴趣 一不小心就成了解剖学鼻祖 在之后的30年里 他解剖了30具人体 画过很多次人体骨骼的图形 是第一个发现血液功能的人 在那个没有必超的年代 达芬奇就像开了上帝之眼 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画出子宫中的胎儿的图像的人 除了医学 达芬奇还是一个机械狂热爱好者 或许上个辈子他是一只鸟 所以这辈子他对飞行机器感兴趣 在他留下的手稿中 满满都是各种飞行器 直升机和轻型滑翔翼的设计图 除此之外 他还设计出了历史上第一个机器人 如果我们要列举这位天才的成就 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他被称为最接近神的大师 一向被认为拥有绝顶的天赋 但我们不要忽略了 他其实是一位刻苦勤勉 昔时如今的人 天赋的恩赐再加上忘了了勤奋 才有了今天我们看见的六千多页收稿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艺术家的故事 请关注我